贤妻之地只是招揽 我们在独处的时候 鬼神浓然亲自在监察我们 无虽眼之甚密 我们虽然掩盖得很严密 掩盖得很有技巧 然后恶心肝会 会干早就被外露了 文之圣教说掩饰得很有技巧 会干早露 我们的恶心会干早就外露了 忠然自欺 很难自己欺骗自己 被人欺破 被人看破 不止一文 能物凌凌 自己能不畏惧吗 这个地方 我就用一个刑案做一个比喻 为什么说鬼神在监察 我们这边 在2006年的3月22号 发生在我们台北港 有一个砂石车的司机 王某在林口被杀害 那么凶贤将死者 带往桃园卢主 出海口那个地方 把他丢到那个地方 那么凶贤为了逃避 这个不在场证明 我们的刑案里面有个叫不在场证明 就是要故意骗警方说他命案的时间点 他不在那里 所以这个祖贤何某 就联络他的同党宋某 一个姓宋的 他们把这个被害人的手机 这个何某祖贤 他就把这个被害人的手机 交给这个同党宋某 到林口海边去打电话 那么在2006年3月 这个祖贤何某他就打一个电话 给被害人的这个手机 因为这个手机现在已经是宋某拿着 那他先交代说 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要出声音 就表示说这个人死掉的时候 这个祖贤说我有打电话给他 他没有这样 他留下20秒钟通话记录 不在场证明 这种手法看起来 文之甚巧好像天衣无红 我们刚刚讲文之甚巧 但是鬼神看你 就像会干找路 早就有因果破绽了 那么这个2006年的3月24号 就是两天以后 这个尸体在炉子的出海口被发现 检察官勘念的时候也找不到证据 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 溺死的还是外力重击 还是海上漂流撞击造成的 那么警方侦办 这个姓何的祖贤跟姓宋的 两个人提出不在场证明 就是手机打这个电话 案情陷入焦灶 那死者的这个死者太太的就 很不甘恋的 她就到处去想办法 去找出证据出来 就去问神 那个神出来讲话的时候讲 他说你先生死掉 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 是招人家杀害 而且凶手不只一个人 神还知道是不只一个人 是姓何的跟姓宋 这个警方就 查他们两个不在场证明以后 把这个姓何的女朋友 来这测访 这个凶手的女友 把案情交代出来 前案水落石出 姓何跟姓宋两贤被捕 跟神明讲的话一模一样 那成冤三年 没有破了这个案子 终于破案 这个就是说 《观圣地经》 有个《绝世政经》里面讲 他说如果你要欺骗自己 就欺心 就是欺神 那有四知 天知 神知 你知 我知 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的一动一进 神明都在看 实目所事 实所所止 马上报应 不怂豪华 所以我们这点心 跟诸葛菩萨是相通的 那鬼神一样可以通 所以说 人间诗语 天吻如蕾 暗事亏心 神目如电 优优独处 恩 regulated euch 哦 不是